除了成績清除之外的多重 這個多重怎麼做出來的實際上跟剛剛的邏輯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我要做一些修改 所以怎麼樣寫比較快 當然 我們來看一下VBA 這個是寫好的當然我把它做一次給各位看 第一個就是你其實你剛剛的成績寫完之後 因為我們時間可能沒辦法很充裕的給每個同學 所以如果你剛剛程式還沒打完的沒關係 雲端上都有 你可以先假設你實在是打的程式比較慢的話 你可以把這兩段有沒有 Ctrl C Ctrl V貼上應該OK啦 至少你要能夠跟上 然後呢我們這個多重怎麼做出來你可以把這一段 Ctrl C 在下面Ctrl V 那特別注意那個sub的名稱不能一模一樣 所以請你在後面加兩個字 也許叫多重 OK 然後呢我們接下來 可是問題不是合格不合格嗎 我們要改什麼 第一個 這邊改成80 如果是80的話輸出A 那你想說 這個地方剩一個格子啊 我要放三個東西 BCD怎麼辦 所以關鍵來了 你可能需要多學一個 就是 if 下面如果還有第二種可能的話 那個叫else if OK那怎麼做 請各位 稍微注意一下 請你把if的地方 這兩行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呢 把它Enter 移到最前面去貼上 你想說 老師那怎麼兩個一幅 其實特別重要不能有兩個一幅 所以請你把第二個一幅 改成什麼呢 對 else if就好了 OK應該可以理解吧 然後呢 這個地方呢 就把條件改成70 這邊改成什麼了 改成b 對 C的話呢 一樣在else if 移到前面貼上 然後這邊改成60 然後這邊改成c 反之的話呢 這個意思就是除此之外 所以首先其次其次 除此之外 那就是d OK 應該可以理解吧 那這個就多重邏輯 其實在VPA裡面 反正你以後遇到多重邏輯 就這麼寫 那 開頭一定是if 其次其次 反正你有幾個其次 你就是else 也不一定下去就對了 管他有幾個 那最後那一個 除此之外 我不知道還有什麼 那就else else就是 上面的邏輯找不到 那就會跑到else裡面去了 OK 所以這個就是多重邏輯的敘述 以後VPA不外乎就是 兩重的 不外乎就多重 當然有一種可能性就是說 他沒有那個else 就是一重的 觸跟for 觸而已啦 會觸才會進去 那forse不管 forse跳過了 不理了 那就一重邏輯 所以通常的話 在你們以後VPA看到 像我的程式裡面 大概就是這三種 一重邏輯 兩重邏輯 跟多重邏輯 幾乎可以 搞定所有資料處理的篩選 沒別的了 就是這樣子 當然坊間的書籍 還會教其他的 就是 寫的方法 像 有個叫什麼 slate case 如果我覺得slate case 跟多重寫完的結果 是一樣的 那 一樣的 因為我以前剛開始學的 我也覺得很納悶 為什麼 一樣的東西 你要 要兩個 所以後來我發現 那一樣 那幹嘛 多多學一個 後來我查了一下 官方 的說法 是說那個slate case 會 比較快一點點 那種寫法 會快 但是快多少 如果以 像這邊來看 可能快的 感覺是大概是千萬分之一秒 如果說你的資料量如果是幾萬筆 可能是萬分之一秒 或者是千分之一秒 可能差不到一秒 我想說差不到一秒 那你乾脆就 為了要學這個 差那個 一點點 那你倒不如 除非你 可能學了這個 你覺得不滿足 你可以再去學 slate case的敘述方法 不然的話其實 邏輯敘述 大概 這些都夠了 最後有餘了 我寫來寫去 所以呢 我 你們如果看到有另外一種寫法 你不用管 反正你就改成這樣也可以 OK 所以多重的話 來試一下 寫完之後呢 接下來一樣 去把它執行看看 那執行的話 執行到這邊嘛 所以你會發現 為什麼我把它浮動在上面 因為你可以 自由的去移動這個視窗 移到你要輸出的位置 去執行這個 上面有執行 看有沒有執行 執行完畢了 沒問題 不過呢 也有可能就是你執行的時候 他預設的對齊方式是什麼 靠左 可能你輸出的時候 靠左 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輸出的時候呢 同時 自動幫我把它 置中 OK 那 順便講一下 如何置中好了 輸出的時候 假設 我們先這地方 假設我今天 輸出 他是 靠左 那你要怎麼把它置中 你總不可能說你輸出完之後 再把它按一下 這樣感覺好像 做半套而已 就沒有全部 所以怎麼辦呢 其實非常簡單 如果你要輸出之後呢 你要 再把它置中的話 記得那個程式裡面 在全部跑完之後 在最下面一行 Enter一下 告訴他說 你幫我做一件事 但是你要叫他做事情 你要先告訴他說 哪一個地方 其實哪個地方就是哪個 用物件 用什麼物件呢 我要的是這個範圍 幫我置中 那你會想說範圍 範圍用哪個物件 前面還有用過 有沒有 Range 對不對 所以你直接告訴他說 你幫我做一下 那個 那個 所以 其實這個 這個道理很簡單 你大概 邏輯都懂 只是說你 不太知道怎麼跟他對話 那你要跟Esser溝通 就是要用物件 告訴他說 哪裡啊 你要先告訴他哪裡 然後做什麼事嘛 對不對 做什麼設定嘛 對不對 所以第一個 請你幫我在 H2 貌號 然後到哪裡呢 應該H7吧 所以H7 記得前後加那個 雙引號 點下去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其實 Range這個物件裡面 所有可以設定的功能 如果是方法 就是綠色的 如果是屬性的話呢 就是拿一隻手拿著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文件 就是屬性啊 所以一個物件裡面能做的就是屬性跟方法 那 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就是 幫我 置中 那置中的話有分成水平跟垂直 不過這個可能要英文稍微好一點喔 水平的話 他的單字是 所以你就打一個H 不用全部打完 H打完之後呢 這邊就有一個叫做 Honirontal 那後面有個對齊啊 對齊的英文就是 Aligman Honirontal Aligman 對不對 就這個啦 後面的話你要等於什麼 自中喔 自中的話特別注意喔 在ECL裡面需要傳遞參數給他 參數的話呢 如果是自中就center 不過一般的參數前面都要多一個 XL 所以你要打個 SL center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就告訴他說 請你幫我把那個Honirontal的Aligman 他的那個 水平的 自中方式啊 這個屬性喔 幫我變更一下 變更 什麼呢 自中喔 本來應該是 如果本來是靠 左 請你幫我把它變成 自中了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你會發現啦 如果你懂得這種敘述溝通方式啦 很多動作不需要再做過 好那我們來試一下 基本上 多了這一行之後呢 當然我這邊設個中斷點好了 比如說我先讓這個程式一樣跑 跑完之後呢 因為我要確認說 這個動作執行完的效果啦 一般我習慣會在前面點一下 這個叫中斷點 程式會停在這裡 那如果你要讓它繼續執行的話 一般是按F8 讓它換下一行 下一行 把它消除的話呢 就是這邊再把它移除掉 來我們來試一下 程式全部執行完畢 OK 不過它已經 預設已經 把它改一下 我先把這個 這個對齊方式先改成 靠 左OK 然後再來的話 再把它執行一下 所以這邊的話 一樣切到Visobasic 讓它先清除好了 清除完之後 執行 這個時候呢 它是靠左 接下來因為我把它設中斷點 按一個F8 F8的話就是下一行 執行 有沒有發現 這一行執行完畢 它就置中了 就停止了 所以把它執行 特別重要如果你確定沒問題 程式 再把中斷點拿掉 OK 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這邊總共會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 這個多重的話 其實不是重打 重打要花很多時間 我是把這個 層積複製過來 改個多重 那這個地方 其實上面改 複製下來 多個L 這應該邏輯 應該看得到 最後呢 再多一個 字中的敘述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並且